尾巴冲突已经届满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呢 以色列士攻击哈马斯 一万多个军事目标 也剿灭了12位的高阶指挥官 不过战争的代价是非常残酷的 因为有超过一万名的平民丧命 当中4000多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儿童 土耳其总统艾尔顿 就明确告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现在有必要立刻停火 机关枪连发 装甲推土车 开进加萨海岸线 不断往地下开挖 就是要毁了哈马斯的地道网 以色列地面站 更往加萨市中心深入 魄力开放欧美媒体 随军队拍摄 直击战场最前线 记者们跟着以色列的装甲运兵车 进入到加萨北部村庄 一踏进这里 就听见激烈搏火声 在已经被轰的一片残破的废墟之中 飘扬着一面 以色列国旗 宣誓主权 意味浓厚 他们声称在这里 就至少发现 三条地道 以色列军方 陆续公布 在加萨的作战画面 要让外界知道 是哈马斯把平民 拖入战火之中 指控哈马斯拿民用设施当掩护 以色列的坦克 步兵大军逐渐就位 层层将哈马斯围困在加萨走廊的北部 地面攻势不断 还有日夜的轮番轰炸 这样的战火已经要满一个月了 以军再释出影片 强调人质为全数获释前 绝不罢休 这也意味着 对加萨的打击 更是一刻不消停 加萨第二大的盛城医院 频频传来爆炸声响 民众惊慌地 把受伤的亲友送医 而就在前一天 以色列指控哈马斯 利用救护车当掩护 轰炸了救护车队 现在又说 哈马斯把医院当成战争机器 以军发言人 秀出医院的空拍图 角落地方放大再放大 告诉媒体 这里藏着发射台 以军才会攻击 以色列说 罪证确凿 听不见加萨平民的哭喊 医院既得医疗救治 又得收容大量民众 早已不堪负荷 早已不堪负荷 我是医院的学生 今天是25日的 和我还活着 我没有知道 我在医院或救护车队 有加萨当地医学生 自拍实习实录 走廊上全是躺着睡觉的民众 连走路都得很小心 原本说好的南部避难区 也似乎是骗局一场 加萨中部的马加奇 难民营惨遭空袭 许多人在睡梦中 被埋在瓦丽堆中 一夜又至少52人死亡 这当中还包含 土耳其新闻社 摄影记者的四名孩子和亲人 工作中接获消息 赶忙跑到医院认识 记者哭到眼睛都肿了 以色列猛后难民营 引爆各国怒火 但是乙军说 有事先公布撤离令 还公布了录音打字星 但是约旦的皇后 马上跳出来打脸 批评以色列只是作秀 给外国人看的 只是以色列公加萨 虽然炮火猛烈 但是最重要的人质 营救任务反倒是原力踏步 李军宣称 已经歼灭12名哈马斯指挥官 再把目标瞄准哈马斯领袖 辛瓦 要加萨人民大意灭亲 刺杀辛瓦 不过辛瓦至今生死 行增沉迷 要彻底歼灭哈马斯 势必是长期作战 TVBS新闻 总和报道 而以色列在进行新一波的地面行动之后 他们宣称已经将加萨一分为二了 而当周呢 这个第36师的地面部队 预计会展开南北核围 48小时之内会攻入加萨市 不过以色列的官员 在这个紧要关头却失言了 他说呢 不排除会对加萨走廊投掷核弹 现在他已经被停职处分 一台台以色列坦克朝加萨内部往前开 强大火力 毫不留情 猛轰远处建筑 以色列士兵行进的废墟处 似乎已看不见哈马斯的身影 针对地面战进度 以色列国防军说 已经成功将加萨一分为二 不过就在以军宣布包围 加萨北部的同天 哈马斯又从神秘地点射出大量火箭弹 泰拉维夫上空警报大作 充满紧张氛围 以色列公布更多哈马斯 拿医院当军事据点的证据 这段空拍影片显示 加萨北部谢赫哈马德医院四周 出现多个神秘地道出入口 以色列说哈马斯就是从这里朝以军开枪 其余在加萨内部作战的 以军也发现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器 藏在游泳池附近和游乐场中 红色箭头的地方就是火箭发射器的位置 一旁能看见海盗传撼碰碰车 不过谈及加萨仍有民众受困北部 以色列也颁出证据说是哈马斯设置路障 加萨民众进退两难又缺乏燃料 只能收集树枝充当柴火 边讲边哭还得想办法生存 在街头生活主食 不过先前受困加萨的CNN记者一家 总算成功撤离 他们是在上礼拜五列入名单中 过境埃及的拉法关口 CNN记者的两名儿子终于展露笑颜 但像他们这样的幸运儿其实不多 因为自从周末传出有救护车预袭后 拉法关口再度关上 一名埃及妇女忍不住崩溃 跟另外接年把冷汗的 还有以色列文化遗产部长一席 核弹选项之说 虽然他已经遭到停职 但加萨人的怒火越少越旺 并直指以色列这一个月来的炮火攻势 跟核弹也差不多 为了避免冲突恶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连访问 约旦河西岸和伊拉克 却挡不了仍在扩大的示威潮 大批伊拉克民众挤爆巴格达街头 表达不欢迎布林肯来访 同一天土耳其也上演失控示威场面 抗议群众试图闯进美军驻扎基地外 现场还与警方爆发冲突丢职十块义务 逼得土耳其警察得出动强力水柱驱离 前以色列驻纽约总领 涉弹加萨危机 谈言像哈马斯这样的意识形态 其实很难根除 军事上或许能扫荡 但后续谁来管控加萨才是挑战 未来势必得采取某种国际上都能接受的新托管关系 不过目前双方连停火都谈不上 加萨权力真空苦的还是小老百姓 这场战争是劳民又伤财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以色列的国防支出 加上援助受难者所需的资金 这场战争的总成本恐怕是超过台币1.6兆了 而花了这么多的钱 却让以色列陷入更多的困境 像是在国际社会上出现了反以色列的浪潮 而国内的政治分歧又是更加的严重 有超过7成6的民众认为 总理纳坦雅胡应该要下台负责 愤怒抗议包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关底 和警方爆发推挤 这群以色列示威民众痛批纳坦雅胡政府无能 以巴局势才会虚控 来到台拉维夫人质家属也聚集起来表达不满 第六度担任总理纳坦雅胡靠着打国安排上位 结果以色列还是被哈马斯攻击 民调显示高达7成6以色列人希望纳坦雅胡下台 也有将近一半民众认为哈马斯攻击他该负最大责任 不只国内纳坦雅胡在其他中东国家更不受欢迎 土耳其挺巴勒斯坦示威 一大群人想闯进当地美军基地遭到距离 西方国家政府虽然外交上支持以色列 但压不住人民的示威潮 法国巴黎第一场警方批准的大型挺巴示威 就吸引将近两万人上街 而在以色列最大金主美国 白宫外出现巴勒斯坦旗帜 要求拜登政府别再立体以色列轰炸加萨人 而和以色列关系本来就不密切的国家更没在客气 国内国外压力 纳坦雅胡政府腹背受敌 但更让人担心的可能是经济 早早打预防针 告知国民战争恐怕打很久 以色列经济学家报声称 以国财政部估计如果和哈马斯对抗8到12个月 以色列损失将高达2000亿席 大约台币1.6兆 相当以色列一成的GDP 而且这还只是乐观估计 不考虑黎巴嫩或叶门加入战局 其实早在开战两个多月前 专家就警告以色列经济因为一连串动荡面临危机 现在开战了天天多少大约台币80亿军费 还有超过30万劳力去当后备军人 劳动市场跟着失衡 种种经济坏消息 信息机构穆迪已经考虑将以色列信用平等降级 美国表态挺到底不会没钱给军员 国际能源价格目前也没有大波动 未来经济冲击还很难说世界各国密切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